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香港市民耳熟能長的這首《願榮光歸香港》 竟然在這個區議會的層面 就引起了建制派的爭議 甚至乎要勞煩到 立法會的梁美芬大議員走出來大肆批評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原來在這個葵青區議會 今天展開了本屆會期的首次會議 适間選出了政府主席 選完以後有一位區議員叫蔡雅文 他提出了一個口頭的動議 說要表達香港人持續了超過半年反修例運動的遭遇 唱出來比較好 於是全體的民主派議員站起來 想唱《願榮光歸香港》 在這個時候 民建聯的三名區議員 分別叫郭芙蓉 盧婉廷 和徐曉傑 對此大表不滿 他們怎麼說呢 就說唱歌都可以 下次開會跳舞 打麻將都可以 然後竟然就離場抗議了 區議會主席 席善仲佳就說對他們離場表示尊重 但是就不會影響會議進行 於是真的在這個會議當中唱出了《願榮光歸香港》 我們稍後再駁斥這些人的論點 首先說說他們離場的行為 根據葵青區議會另一名區議員 譚家俊的爆料 你這班人去到這個區議會 出席了十分鐘會議就離開了 之前建制派不是整天批評 長毛 出席這個立法會會議 被人趕扯了 就逍遙快活了 不用上班了 現在你自行離去 那是不是要接受選民監督 一次的大會出席十分鐘 你就是因為不滿意這首所謂《願榮光歸香港》的歌曲 就自己走過去 又不走回頭 然後就不開會了 梁就照出 長毛都還尚且可以辯解說他被主席趕出去回不了頭 這班民建聯區議員你自己出來解答 為什麼開了十分鐘會就離開了 要不需要對選民負責 這個會議上不只是唱歌 還有其他議案要審議 那麼不負責任 當初你批評泛民那些 論點 你們全部都中了回歷標 除了這三名民建聯區議員去駁斥別人之外 還有立法會的梁美芬大議員 他今天在立法會 跟記者怎麼說呢 他就說 區議員加入區議會 屬於加入建制一部分 區議員應該尊重大眾對區議會運作的期望 批評區議員唱反修例的歌曲 的做法是過份的 他又批評 各區區議會主席都不應該縱容有關的做法 應該是尊重過往區議會的規則 不應該將區議會變成政治宣傳平台 他反問不同政見的人士 是不是都可以利用區議會 唱出自己喜好的歌曲呢 我們逐點來駁斥這班傢伙 不要讓藍絲聽完之後 怕爛首張以為很有道理 根本上就歪理連篇 第一點就是 你梁美芬和這三名民建聯的區議員 就是雙重標準 什麼叫做下次開會跳舞打麻將都行 什麼叫做唱這些歌曲做法不妥當 梁美芬 聽說你立法會裡頭 正正有兩名的建制派立法會議員 都曾經在這個開會期間唱歌 去表達自己的訴求 不是休息時間 是在這個會議進行期間唱的 第一個例子就是 飲食界的立法會議員 自由黨的張宇人 他在2014年10月出席會議的時候 為了表達自己反佔中和撐警的意見 竟然間唱足三分鐘這個無怨的信念 當時的主席都沒有去 作出任何批評是任他唱的 好了 去到2016年2月的時候 就發生了這個初一事件 田北辰當時就唱英文歌 他唱了這首《blowing in the wind》 送給梁振英聽的 當時的主席也沒有作出任何的阻礙 即是說你雙重標準 對不對 當時張宇人和田北辰在這個立法會裡唱歌 都沒有作出任何半句的批評 你們這些傢伙 好了 現在民主派說要唱願榮光歸香港 你們就嘰嘰嘰嘰 擺明是不對你們聽 現在隨便找一些理由出來對砌 對不對 雙重標準 第二點 其實是變相在踩當時的立法會主席 曾玉成 對不對 如果梁美芬說國區區議會主席 這種做法是縱容的話 當時曾大主席豈不是 他就是縱容這個張宇人 縱容這個田北辰 到底是不是踩自己的 其實是 奇心可珠 還要唱三分鐘 張宇人的走音 都沒有剪刀他 是不是 梁美芬那時候你去了哪 有沒有開會 你知不知道有件事發生 你出來開記招 不如又踩一下他 張宇人還在做立法會 是不是 田北辰還在做 真是多餘 第三點就是 區議會會議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 什麼叫做 不要把這個區議會變成政治宣傳平台 梁大議員 對嗎 你建制派長期就是利用區議會作出一個政治的平台 來表態 包括在2015年的時候 當時就搞政改 搞了了農方案 你18區的區議會 都搞了一份聲明出來 支持政改根本上就是騎劫民意 是不是 當時你佔優勢的時候 你佔多數的時候 你就可以做什麼都可以 你支持政改又可以 支持一地兩檢又可以 支持修例又可以 逃犯條例的修訂 18區的區議會都有發聲明 為什麼那時候就可以作為一個政治宣傳平台 是不是輸打贏 那時候建制派佔優勢就可以做什麼都可以 現在你們佔少數了 就做什麼都不行 根本上 區議會你一直都是為政治來服務的 你一直都是在做政府的拉拉隊 為了政府的施政和政策來補價護航 去營造一種 是留的民意 如果是真的 就不會18區區議會都支持修例 但是有200萬人出來帶遊行 根本上 他們這些民主派的議員 唱這首《願榮光歸香港》 就是符合主流民意 具有民意基礎 以及有選民的授權 就不是你所說 要尊重大眾對區議會運作的期望 他們唱這首歌 正正符合了 大眾 大眾不是你所謂的沉默的大多數 大眾是說那六成的選民 是投他們進去的選民 對區議會運作的期望 就是符合得到 關你什麼事 如果你認為他符合不了 下屆你便動員出來 踢走他 用選票 現在你們這些人是不是輸得猛了 梁美芬更加知道 是其心可諸 就是什麼 他指出 願榮光歸香港 很多人都認為這首歌的內容是挑戰一國兩制 雖然歌詞的字眼並不露骨 但是令人認為主唱者是不願意接受《基本法》 以及《一國兩制》 他質疑唱歌的區議員 有機會違反擁護《基本法》 以及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聲明 你就是想特區政府來DQ這班區議員 是不是 你是否想暗示特區政府可以做這件事呢 梁美芬大議員 這些根本是歪曲事實 這首歌如何來挑戰一國兩制 如何來違反擁護《基本法》 以及違反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 大家看看那個歌詞裡 其實我相信他在說最後一段 黎明來都要光復者香港 這一段 同行兒女為正義時代革命 祈求民主與自由 萬世都不靈 我願榮光歸香港 這四句話有什麼 哪一道是違反《基本法》 哪一道是違反《一國兩制》 請問 如果你梁美芬大議員認為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就是違反《基本法》 違反《一國兩制》 我想跟你說 在元朗區議會當中 正正有選舉主任問過候選人 張秀賢 當選了 到底什麼叫做《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麻煩你解清楚 他當時有作出了一個解釋 而且當他作出了這個辯解以後 他是能夠入閘的 你說這個選舉主任判斷錯誤了 你想這樣說 別人是批了的 而且根據 梁天琦當時所說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意思是 只要相信自由便能夠擁抱新的時代 並且應該爭取和掌握命運 他強調 革新和改變 是不同年齡者都可以參與的行動 只要他們相信並且擁抱自由 所以這個不會是世代之爭 說得非常好 那麼哪一部分是挑戰了一國兩制呢 哪一部分是違反擁護《基本法》呢 什麼 這些是其心可諸 你硬在這裏屈 老屈 禮橫折曲 又上 而首歌最後的兩句就說 祈求民主以自由 萬世都不老 我願榮光歸香港 就更加下符《基本法》 根本上民主 就是《基本法》對香港人的莊嚴承諾 而《自由》根據《基本法》的第3章 就列舉了很多的自由 都是受到保障的 那哪一部分違反《基本法》呢 是不是呀梁大議員 說話之前 麻煩你用一下腦 而且有些水準 不要不斷懲罰選民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好